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家千在加拿大提告家暴官司 说被夏克利家暴 还去医院验伤 然而传出医院认为 所谓脖子的抓痕没有明显的外伤 而夏克利也有精神不稳的留言传出 他则反驳自己遭不实指控困扰 并以IG用中英文声明字鄙视 加拿大版强尼代普案件 夏克利有人早前也强调 夏克利2013年开始在中国工作赚钱 在2014年到2019年间 传出收入是黄家千十倍以上 然而数百万美元都进了黄家千的账户 婚后尽管两人都有付房贷 但房子却都是登记黄家千名下 如今离婚打官司 到时房产也会成为两人攻防关键之一 根据一评新闻网报导 夏克利也证实加拿大部分官司判决出炉 强调 我是无辜的 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 接下来将带着证据到台湾继续官司 至于黄家千则并未回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大家好 我是无痛 这是乃哥 我是许乃琳 我是台湾首世奥巴桑 丹米红 我是蔡康永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是号角香吉 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 吕将阿B就和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 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福三立新闻网 十岁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 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好快哦 生日快乐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